283. 三峽晚報 2015年7月23日報章 02晚報故事會錄秦老人進響方寸間的樂趣 三峽晚報信記者訪曉雲實習生梁小染症通訊園 吳遠容黃平民記者訪曉雲圖由資片倒戀圖 翠克定在宜昌並不出名,但在全國集由愛好者的圈子裡 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名人,這位67歲的老人集由57年 收集了十萬魚梅油品,早見了活北省首個社區生肖集由組 設計的油資片倒戀桃園燒五個國家 五年前,翠克定被查出患有喉癌,手術撤除了後報,再也無法發聲 採訪中,老人一直用紙筆與記者交流 雖然生命已進入倒戒時,翠克定仍在為中愛的集由奔波 如今他最大的心願時,捐出一部分收藏,繼續辦社區油展 希望更多人愛上小小油品方寸間的樂趣 集資千岸室裡擺滿十萬油品7月22日 出現在記者面前的,是一位面大笑容、精神斗手的老人 如果不是看得因割喉手術露在外面的器官套館 很難把他和癌症病人聯繫起來,查出喉癌已五年 翠克定打破了醫生受命只剩下三年的斷言 翠克定的樂室就是他的收藏間 十萬油品藏身此處 各種油風、油脂片、油倉、與油有來往的信件、榮譽證書 分門別類整齊擺放像、地板上、書桌上 全是大大小小的盒子、箱子、翠克定環級許多油脂片和油漂了備著 一張三峽大敗油脂片旁寫著 2002年第三屆中國移昌三峽國際旅遊節推出了城市形象宣傳理念 金色三峽、銀色大白、綠色移昌 2003年被中國知名品牌委員會評為中國旅遊城市知名品牌 沉之側邊播九小時沉牛機從十歲起 翠克定就愛上了雜油、風、片、簡、桌 只要是油證機構發行使用的,都會小心收藏 方串油品展示的蠔妙世界 讓小小年紀的他愈痴愈醉 拿著姐姐寶貝向小伙伴炫耀 因此也結交了不小新朋友 1993年,宜昌市歷行二階發生火災 翠克定家中收藏的上千份油品化為灰盡 收藏多年的寶貝被燒光 翠克定痛哭流淚 後來我安慰自己 集油不是為了錢 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四年後 他就和市房地產登記交易中心的同事創辦了單位猶協 讓翠克定記憶有新的一次集油經歷 發生在2008年 為趕在牛年到來前找到牛窗、牛票、牛峰 翠克定顛播九小時前往五峰牛莊郵證所 郵證所在一條小街中斷 熱情的張所長仔細為每一件油品牌上日出 我清楚的記得那年12月31日早上6點半 張所長冒著近零下十度的低溫 頂著雪花為我送行 環腰我十二年後再來牛莊蓋場 牛年正月初一 翠克定趕往武漢參加中國武漢2009年紀醜年第二屆大漢口廟會 為近簽名集油愛好者免費加蓋 環在會場購德湖北省集油公司發行的碎首春到湖 牛年福滿門紀念封三十枚 這段岑牛記花了約1500元 我把這些油會北特式的生肖油品 既給全國各地的油油 他們好喜歡 制之樂創作油資片遠銷五國除了收集油品 翠克定也嘗試設計和創作一些紀念封油資片和紀念唱 翠克定從箱底翻出一張油資片 這是我所有設計裏面最得意的一封油資片 遠銷了五個國間的 這封油資片名為《搗亂圖》 由蘇青、劉玉和徐克定三人共同創作 發行於宜昌市房產交易中心集油協會成立十五週年之際 《搗亂圖師同代》江廷畫師將圈是女圖的代表作 表現貴族婦女搗亂縫衣的工作場面 分成搗亂、即線、堂堂三組場面 翠克定創作的這封油資片取自搗亂圖即線的場面 從構思到成片 歷時一個半月 遠銷至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日本 患癌後、翠克定仍在奔波 2011年 他前往農泉 當陽、長陽等地 蓋上紫龍、龍舟平、白龍江 龍泉四個龍字地名日冊 患獨於於龍年、龍月、龍日、龍時四神同日之時 將名順片技級院方的柔柔 今年五月 翠克定的癌細胞發生擴散 本週每天早上都要去醫院化療 與病魔抗爭的同時 翠克定集郵的腳步並沒有停下 他正在籌備8月1日 8月15日的紀念油槍設計 策劃的集郵進社區活動也須要做準備 一般每天五點半起床,上午發療兩小時 或有友們在網上聊聊天 或進行寫作 晚上堅持跑步鍛鍊 11點30分睡舊 我現在的時間以天計算 正籌或著擺一部分收藏捐給社區 希望集郵能走進千家萬戶 眼下 而昌檢而陽光少年油局已與全國150多家少年油局有了交往 湖北省唯一的社區生肖集郵組還省北路社區生肖集郵組也早見完成 全國生肖個聖化油票青少年設計大賽組委會向 徐克定頒發了終身貢獻獎 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長楊利文在給徐克定的信中寫道 你以頑強的毅力抵抗病魔 以執著的精神堅持集郵 讓我欣賠不已 徐克定策劃創作的楊年明信片 徐克定向記者展示收藏的部分油品